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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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个我前几天还看一个讲什么武术家的书 里边说练拳的材料是什么材料 就说跟大戏子一样 说大戏子三百年能出一个 就成了精 就是说他这种眼里看见什么 身上就能有什么 我觉得赵本山就有这天赋 对 他在表演上我觉得绝对是那种 记性的这种发挥的东西特别强 就是真是 你不知道你自己很难去预估 说他能把这个东西演成什么样 但是他一出来 大家就觉得非常准确 真是 我们有话好好说的时候 有一段赵本山拉了话筒 在楼上喊安红那段 很多台词 包括那个记性发挥的状态 全是他自己临时 就在现场临时冒出来 所以你对他表演是有期待的 你不知道下一秒钟 他突然又蹦出一个什么样的 让你那种精彩的那种表演段 你比如刚才那段 其实就是他的记性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的设置 是肯定牛来了 他等于觉得要和牛去赛跑 但是他就是说 这就看着那个人 拿着鞭子抽这牛 他自己给自己设置一个 突然自己给拍了自己屁股三下 然后拉二车 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 他在那个环境里 他其实很真实 这个小人物 他给自己一个鼓劲的力量 是什么 自己拍了自己三下 然后他的幽默感 和所有的那种生动的东西就出来了 而且他的这表演 就塑造出一种民工 跟我们平常感觉的不同的民工形象 这咱们刚才没说 他这个车里拉的是什么 拉的是一具尸体 所以说你这个题材 我特别有亲切感 因为当年就我报道过 就是千里悲尸 这农民工就是说老乡死了 但是要入土为安 所以跋涉千里 当时是在广州火车站 把个尸体装箱被警察查住了 这新闻当时轰动全国 但是你看 我在这本山大书身上看到什么 为什么他们讲 说电影很纯净 很光明 通常咱们说起民工来 觉得那就是生不如死 弱势群体 其实当你说弱势群体的时候 你给他就贴了个标签 对 其实他可能也仗义 他也有快乐 在那么苦的生活里 他也有幽默感 这东西 我觉得是个人性的闪光 对 我做这个片子的时候 其实感觉 包括新闻刚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特悲的故事 然后特别 怎么说 一定是充满了这种苦难 充满了悲伤的这么一个故事 我自己后来为什么觉得 把他要塑造成赵本山 这么一个人物 其实我脑里就是觉得 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阶层的人 我们现在去看下面的这种 比如民工阶层 我们总是说他弱势群体 其实就是像你说的 贴了个标签 当然就是说 他可能在整体上来说 他在这个社会中 确实没有一个发言权 没有一个话语权 但是我相信 在这样生活在底层的这些人 他内心一样 有他的快乐 有他的对生活的那种希望 我自己其实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样的人 他们怎么在那样的环境里边 一个困难的 苦难的环境里 他们怎么去面对这种生活 用一种什么心态 去面对这种生活 我印象最深的 就刚才拉板车的 接下来不有一段是推轮胎的吗 赵本山表演 对 弄到轮胎里 因为他实在是太累了 也走不动了 要上山就推着轮胎走 赵本山有个表演 就是轮胎往下滚的时候 他高四阔步 胸揪揪强 有的进行曲 你在那一瞬间 因为你已经感受 它是一个尸体 你已经感受了它 我不同意说 仅仅是温暖和明亮 不是 我认为这是一种苦涩的幽默 就是张阳内心中 对普通人 他有一种悲悯 他就有了 一次他所有的幽默 都套上了一层苦涩 我觉得这个苦涩是很高级的 是 你说苦涩 但是这个电影 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吗 他一看 我觉得像让我想起 外国的一些电影 你比如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 原来祖国还挺美好的 然后因为他的用光 风景都是挺干净的 就好像不像咱平常看见 破破烂烂的那种 所以它是一部 中国式的在路上 在路上 是中国式的 而且我知道 你比如说这里头 不是说都是好 有很多 他揭示很多问题 比如说包工头 给的五千块钱 都是假钞 这么骗民工 是吧 而且中间也有很多 也有坏人 是吧 都属于人性之常的那种坏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完了整个之后 我甚至会产生这么一个感想 就说 我们的现实真是这样 你知道吗 你会有那种困惑 因为咱们平常觉得 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真心帮人的 在路上有好多人 那就无私的就帮他 甚至一个骑自行车的搭把手 还帮他推 你觉得现在这社会 真的是这样吗 他这个通俗的说 他这个片子主题 就通俗的说 叫勤与无价 他用他的独特的方式 叙述了一个勤与无价的故事 因为这个民工 曾经对他有个承诺 就是你一旦说什么 我一定要带你回家 所以他是回家 他这个感人故事 当然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但是现在我个人对张扬 我比较佩服的地方在哪呢 如果当年我看到 千里卑诗的消息的时候 我不会产生那么丰富的联想 就是要把它弄成一个电影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不会想到 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来表达这个题材 我当时感觉 这就是一 惨的不能再惨 所以早听说他要拍这个 我说这是一多惨的片 悲失 他倒过来说明了一个问题 说明张扬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所有一切 要说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从根上说 张扬的内心 对人性是有温暖的 所以你在张扬 几乎所有的电影系列中 从所有电影系列中 你看到张扬内心是特别干净的 而且他从事艺术 是特别纯粹的 你看他没有这个电影之外的 他想 明和丽 电影节没有 他只拍一个 我纯粹 我所感受 幽深的那么一部电影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 电影里面充满了张扬式的 这个灵气 他有很多小灵气 你说那个 那个谁 那个夏宇演的那个旅行者 那一瞬间 我突然感受到张扬内心 那种飞扬感 因为他过去电影中常有 他有很多小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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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路背尸在路上 他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这些人身上其实反映中国各种人物的一些特点 对 而且你看他这里面这个故事 我当时讲 为什么我还不会想成 想着足未来怎么变成电影 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当你要想成电影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许多情节坎是过不去的 就是怎么可能背着尸体发生那么多事情 而且这个尸体是肯定要臭 这个问题怎么过去 你可能停止就止住了 我是挺好奇 岔开一道 我是演死尸的那个 是人演的 对 我当时看 我觉得这演员精死一亿 人生观会有很大改变 从头到尾 大家都在看 他脑袋动不动 手动不动 因为自始至终你就是个死尸 这个你有心得 演得非常好 是我们的一个剧组司机 司机 对 然后我是到旋景的时候 一眼看着他 我就觉得 看着他像死尸 没有 像民工 就是他的这个形态 像民工第二 就真是轻 我们想一定要找一个比较轻的人 但是后来在剧组里慢慢接触 去发现 他是一个特别本分的一个人 演戏非常认真 就是怎么拖着 他那个在地上走 这脚一直就不动 始终就 这个 这个怀关节拖在地上 这么蹭着走 他也不会不动 所以你会 你会感觉 马上你就觉得 他的认真劲儿会感染其他人 包括老赵 赵本山背着他 后来跟他相处的特别好 他就觉得跟他之间有一种情意在那 所以 其实就你刚才说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听过有人背过死尸的 死尸真是死尘死尘的 对 死尸 挺奇怪 跟活人那个重量感觉不一样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之前也会咨询 比如说这个发医 关于尸体的 比如这个过程 死了一天 几天 几天的这么一个过程 大概什么一个形状 但是后来我觉得 我基本上把这些都忽视掉了 忽略掉了 就是说我没有想在这方面 去做这种文章 第几天了 这个尸体 是不是我们在化妆上 要给他化的越来越怎么样 后来我没有 我说这个东西 首先我们要设置一个预言性的 一个假定性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让观众去相信它 而且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把这个尸体 是作为一个赵本山的朋友 一个真的人 他们俩在交流 在一路在作伴 在往回走的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你这个风格确定是对的 你走的是一个荒诞的路线 因为他如果用现实主义标准来衡量的话 他有许多是不能够成立的 所以我就是感觉 就是说给人让人觉得 你像有些 你像我们女同事 她的感觉是温馨 就好像觉得久违了 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走在路上 萍水相逢 搭把手帮一下你 这种东西好像在咱们这社会里 扫 咱广告之后接着聊这个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就说现在咱们谈电影 人都说了 就现在的这个中国电影 往往传递给大家一个信息 就是人心打打的坏了 这其实也是如实 就现在这社会不是说 那么道德崩溃 因此你就说你这个电影是虚构 我就会觉得这是中国 你沿路观察到的 你觉得咱们现在的这个人与人的关系 其实就是说 比如说我自己也很喜欢去旅行 也到处开车到处跑 那比如在这个电影里边 我也会设置一种群体 这种群体 比如在这电影里边有两段 一段是劫肥给他们劫了以后 郭德纲 然后这一车人把它给轰下去了 然后这个是最后泥石流的一段 很多这个没有拉过他的人 但是被泥石流堵在那 但是赵本山背着这个人 我经过了你们 就是那两个群众的场面 可能是我对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的 整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 确实就是说对我们的整个社会来说 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相对来说是冷漠的 你像比如像真实的那个 你像我在深圳 那我想起来的 说民工砍手党啊 这是都工作找不着之后 就是表情确实是呆滞的呀 抢你手机 你去抢邦一刀 手就下来 但是当然你后来你想啊 实际上是在你的脑子里 给了你一种脸谱化的理解 我觉得这些人跟我们是非同类的 非我族类 他跟我们不是一种人 我们的感情他未必有 甚至我使用过这样的词 因为我采访过有的那个要判死刑的那种曾经当过农民工的 当时我采访完了 我会跟他们说 我说我怀疑机器人是不是情感缺失 跟我讲我怎么杀人的 我怎么抢人的 毫无表情 也不知道害怕 也不知道什么 你看我的这种理解和你塑造出来的 你塑造出来的感觉是 原来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人 我自己一直觉得 其实人 人不管在社会什么阶层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人 对我来说都是同等的 就是说 所以我自己觉得 比如里边 这里也塑造了很多的 比如说 我们叫职业上 比如说劫匪 就是代表可能坏的 什么黑店的老板 或者是什么发廊妹 他很多就是说 有所谓标签性的社会上 对他的一种认同的东西 但是在我的电影里边 我觉得始终我在强调 他人 这不管什么标签的人 内心他都有他很善良 很温暖的那一面 就是人 所以我这个电影 我觉得一直是 你觉得是真的吗 是真的 这符合你对我们目前社会的 我这种跟社会没关系 我觉得你不管 你不管整体的社会 你多么冷淡 多么冷漠 但是在每个人内心 他都有他最温暖的那一面 就是说当你碰触到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碰触的时候 那个东西可能就给调动出来了 实际上我拍这个电影 实际上也意义就在于说 我们能看到这种善良 这种温暖 它可能给人提供一种 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沟通的 一种渠道 让你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温暖 现在你刚才讲的民工 就是你描述一些 你印象中的民工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为什么民工在人们印象中变成这样 他们在我们很多人看来 其实是我们不去关注他们的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喜怒哀悦 是跟我们没关系的 因此整个社会当都是对 用这样的眼光和态度 对待他们的时候 你想他们是不是会被扭曲 于是他们有很多在我们看来的犯罪的冲动 除了他们个人要承担责任之外 社会是需要承担责任 所以你说你要是这个真实是什么都有的 看你提取哪一个部分 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的太多的是恨 我记得很清楚 比如说一个杀人犯 当年在深圳 一打工资 记者一采访他 他走进城市 说我看见这些高楼大厦 我就只有恨 这楼是我们盖的 但是你们不准我们在这里 对 你看这个恨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 你知道当时我们研究这个特别有意思 这些民工啊 回到家里那是大孝子 村里人都说这是个好人 热心帮助别人 哎呦 挣点钱的给父母盖房子 但是为什么他对城里人 他能动刀子 就是说你这个人性当中什么都有 对 你要什么 我就觉得像这些农民 他们实际上最大的问题 就像你刚才说的 他们实际上是失去土地了 对 本身已经农村里没有那么多人口 没有土地了 然后跑到城里来 城里又不是他们的家 城里人实际上又觉得你们是外边的人 所以对他来说 他是处在那么一个回又回不去 在这我待又待不下去的这么一个阶层 他就自己就变成有点乌鸡六寿了 有点就是说我的根到底在哪 他比较妙妙 飘零 很飘零 成为一个飘零 就经常心里人都在飘零 所以他说这个农民挺有幽默感 其实是的 就是说 这就说到前两天南方周末 韩绍公采访 韩绍公这人每年有半年在农村住 他就说 其实是我们通常对农民的印象 中国人传统印象叫贫弱愚昧 这是那么个呆呆 其实都说农民比如说语言 很形象化 很幽默比如觉得韩绍公老住在他们这 对他们很好 几个农民就去上他门 说你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商量着将来你死了 把我们埋到我们村东头 他会跟他说 这挺有意思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就觉得你在这个电影里想要给我们什么 比方说我认为很多农民工 你看赵本山最后很心酸 其实他也准备就回去了 好多农民工出去这一圈 那真是收获的是很心酸 很苦难的一个结果 但是你在这电影里反倒给了一个希望 觉得他们生活也可以是乐天的 贫贱之中也可以有人性的闪光 但这是虚幻的吗 不是虚幻 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应该这样的 其实你觉得在你拍片 或者你平常生活当中 真的感动过你的类似的这种细节有吗 让你能观察到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其实都是点点滴滴的 可能没有说那么一下子说 好像一个独大的事要把你感动 但是很多东西就点点滴滴的 比如说像我们去旅行 经常就是比如下雨那段的那种 可能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这样 我在路上 比如就会看见一个那种骑个二八车 然后还查一面国旗 比如在香格里拉那边 经常就看着 然后你问他说你 你这个骑了多长时间了 都是两三个月以上出来 然后都是在往西藏再骑 然后有一个老头老太太 两个人我在丽江碰着呢 自己坐的小车 就是能躺着这么骑的 老头老太把锅盆搁在后边 俩就这么骑着 要骑到西藏去 就你会突然就在那个感觉里边 你就那么一瞬间 你可能也没跟他怎么聊天 但是呢 你就看到这两个人的这种生活状态 你就有一种冲动 你就觉得很多东西是那种很美好的一种东西 包括我们自己其实在很多那时候去 包括拍戏 包括去旅行的时候 你到下边去 有时候就到这些农村 看他们收庄稼 我自己觉得 你没有必要去跟大家说去聊天 我们就坐在那个边上 看他们收庄稼 那是心里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触的东西 所以这电影后来我就说 有两场收稻子的 我说一定得不管多长度的要给他捡到里边去 就是说 我是觉得你对那个土地 对那种感 那种东西有一种感情在里边 所以他这个电影 就给电影真是个梦 好像我觉得启发我们说 原来人与人之间 其实是可以友好的 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的方向和志向 但是而且人心是以心换心的 就像那天我一朋友说 修自行车 看那个人 而且挺穷的 多给了几块钱 然后农民工就跟他说 你以后每次来我都不要你钱了 我一辈子我给你修 你说他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他这个 你比如说张阳这部电影里 他创造的这种人物关系 咱们说给你温暖的那些小单元 旅行者骑自行车的 包括他们两个在汽车上朗送私的 你想当每一个人不管你是民工 还是我们说所谓的有成就者 当你处在这么一个人性氛围里的时候 你人性中最柔软的和最善良的那一面 一定会发出光彩 所以我说他这个生活没有提供的 那么我们就要每个人都要检讨自己 所以我说他这片子要往大话上说 有助于和谐社会 这还真是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我拍这个电影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关注这个底层人的身份是一部分 我觉得但是呢 其实就像他是王毅说的 他其实是不远的 但是说给所有人